新界大埔坳,大埔公路近松仔園去九龍的方向,現時是相當擠塞,請各位駕車人士小心駕駛和隱讓。 在大埔公路近松仔園去九龍的方向,現時是相當擠塞,請各位駕車人士小心駕駛和隱讓。 在九龍停長度西行近住中國油站,較早時發生了一宗交通意外,現時已經是恢復通車。 不過停長度西行車線,現時仍然是擠塞,請各位駕車人士盡量小心駕駛。 在旺角波蘭街北行線近住山東街,現時是暫禁通車的。 停車場方面,何文田多層停車場,何文田貨車停車場,油麻地多層停車場,天星碼頭及大會堂停車場都已經傳滿,請各位駕車人士切密前往輪候以免造成擠塞。 下次報道交通消息的時間是六點半鐘。 新聞報道最準最快 現在有黎慕儀報告新聞 旺角波蘭街一間麻雀館發生命案,在下午十二點半,麻雀館一個職工和另外一個替工發生爭執。 兩個人大打出手,混亂中,一個四十一歲的男人被人用尼刀辭傷,送院後證實死亡。 其實有時聽聽 不失不慌 我想說 其實有時聽聽這些音樂的時候 有個感覺不錯 很清新 很清新 好像一覺醒來一樣 是否這麼說 形容得很貼切 有時那些泥 一針就見血了 一針見血是血壓正常的 血壓高 血壓低的一針就沒有血了 講起上來 雖然剛才說過《月雨殘片》的其中一位演員 我覺得他好像挑釁 無意去批評 其實想想一下 比如說 我們經常說《月雨殘片》 如果你是那個年代的電影工作者 譬如你現在已經退休了 聽著楊先生和蘇小姐講這個節目的時候 常常有些心說 哇 有沒有搞錯 我當年這麼艱苦在耕耘 為電影事業努力奮鬥 搞到現在了 雖然那些電影有少許過蛇 對白或者情節都已經遠離現在的社會環境了 你都不用在那裡唱我 其實是挺慘的 我想想一下 我很害怕 譬如是40年後 如果我跟你說話不要聽 還在這製作節目 又或者是已經不做節目了 又有兩個口水 哇 當年那個蘇絲王 哇 當年那個楊鎮瑤 哇 真是殘忍了 那兩個人說話 不是 我絕對 少少同意你的說法 應該有一點小心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很奇怪的 就是人不應該想回間時的事 即是間時的光彩 到今時今日可能是一個笑柄 對 嘩 為什麼突然他這樣明明 再重複一次 往日的光彩 可能是今時的笑柄 哇 厲害 是不是你 1981年年尾 你都說多一句好說話 一路整年都等不到有任何證據 警據 等到了 結果 即是有很多時候 那今時的笑柄 可能是網日的光彩 那這件事就難回頭 正如有一天 我和陳潔玲在聊天 她就說 當時當月當日 我們New Top Notes就好了 我們唱這歌很棒的 那我就說了一句說話 幾沒有禮貌的 我就說 當年當月當月的事 還說來做什麼 我只想自己心急 另外一回事就是 我在這裡說 譬如1972年的時候 亦有很多人都不會接受你的New Top Notes 例如 我有二十多元去買原本的碟的時候 我都不會買你翻唱的碟 對 公司很流行翻唱的 是真的 各樣東西也有扔進去 我覺得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是有心 是裝著自己 或者當年的光彩 令到你仍然都是很懷念的時候 應該這件事就是放在心中 即是這件事 不行的時候放在心中 始終那個檔案真的滿了 要拿幾件出來給人帶 那不是 這件事 光彩與筆光彩是別人給你的 不是 不是 你自己拿回來 假的就是自己丟的 假的當然是自己丟的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光彩這些東西 你認為自己偶爾做的 譬如我覺得 每當假日時我做得一般 我覺得這個 可能每當晚飯時時 好一點 我絕對不會說出口的 我絕對不會說出口的 免得提醒別人 對 偶爾的節目比現在還好 我絕對不會說出口的 那倒是 但他拍了一些片出來 有一個共島現在仍然看到 一直在那邊彈 而他又坐在家裡 嘩 真是心臭 那這件事就是要做看那個 想當年 如果是某年某月某日 譬如十年前我看那套戲的時候 我仍然覺得那套戲好看 可能十年後 我覺得這套戲真是 嘩 什麼 好像那套什麼 有套戲 講鬼 天師捉妖 當年看的時候 我真的拍案叫絕 絕 但是前一年去看 我只會覺得 嘩 悶到 不 可能會笑得多 但事實上也有這個因素 很多戲 當年看是大製作 但現在看是小爺科 是嗎 好了 說了那麼多 這首歌特別送給Elisa 不要罵我 好 這首歌其實是很高手的作品 這首歌可以說是我1981年 我最喜歡的一首歌 但播出來的時間 似乎是幾天 我們應該在年尾 最後那天才播這首歌 為甚麼 剛才那一首歌 那一段呢 那又不是 其實這首歌 就像我那天做通宵那天 我覺得很應該播 我覺得很應該播 因為她在說 Christmas Eve 她遇到女朋友 哇 多磨得好 不是 想哭一場嗎 待聽多次 感同身受 蘇斯王小姐 我覺得這樣 寫得好的原因 就是後來她將 那首歌 All and Sight 就是後來 五大又很有趣 就是有些少許流氣的感覺 嘩 那即是突然間 聽到那一段 很厲害 嘩 這樣彈起來 然後才再流氣 但是如果純粹說那個 就是友誼萬歲 這首歌寫得那麼傷感 每次聽到我 都真的有些少 就是暗然的感覺 哇 真的嗎 感到身世了 不過我的表情 不善於表現我心中的東西 所以我不能演戲而已 哇 我現在內心 多酸 多苦 是嗎 我也是 但是我通常做的事很相反的 就是我最傷心的時候 我不會哭 我會笑 對 我想問你一件事 就是延續我們剛才說的這個 五、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哇 幾長 三個年代 橫跨幾個年代 就是電影工作者的心態 為什麼要你選擇你最喜歡的男明星 其實就不應該在差不多百年年底 炒回三十年前的往事 你會選擇誰 那我就告訴你 我從小開始 我也很喜歡謝賢 真的很喜歡 很喜歡他年輕時做的電影 很喜歡 不知道是哪個年代的電影 很喜歡 我指的是那些… 有沒有三十年代 我還沒出生 不要說那個年份 那個年份 只是我還沒出生 四十年代我還沒出生 五十年代我還沒出生 你是五字頭的 不會看那時候 可以說是六十年代的電影 被他瘋了你一輪 不是… 又不是的 總之很喜歡看他演戲 年輕人的時候 我不是很喜歡看他 如果你問我喜歡誰 我很喜歡張英演戲 哇 我發覺真是… 哇 戲路中環 真是有什麼意思 沒得爬 當時來說 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 不懂看別人 什麼叫好戲 不懂 我喜歡他就是喜歡他 喜歡他 很懶惰的 很盲目的去喜歡 我知道 譬如你現在在家看舊的電影 你有機會看到一些電影 是當時不懂得演戲的電影 你有機會看到 但是慢慢看到他的演技 所謂… 我們用這段的字形 用別人的表現 開始成熟 開始揮沙字 但初初他不懂得演戲 那些電影你都會看到 那時候我猜他剛剛出道 那時候 但是看來張英就很少這個階段 不知道是否他不懂演戲 他不敢出來 那時候 可能張英 還是他要買一些電影 然後把電影都燒掉 20年代開始演戲 那你跟一個 人家做了三個年代 你才開始共出來演戲 那有分別 是吧 但是我想我最佩服的 反而不是他站在表現那件事 而在後面表現那件事很重要 譬如 雖然做男主角 但不是每一場戲都是男主角 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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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主角不是辛苦得死 一場戲都自己站得猛 他有機會要坐在後面 做一些很無聊的動作 可能沒有對白的 不是 手指尾 怎會用手指尾拆在鼻孔 當然是手指弓 不過後面也不是做這種動作 譬如人家在前面擺酒 前面有幾個人聊天 他在後面喝茶 即是跟人聊天 你可能知道他沒什麼聊 就是由主角一邊變成騎士 有時會要做騎士 在某些場合來講 那些戲不是他的 又或者是人家在演戲 就是他後面炸製作流意狀 偷聽狀 其實那些戲最難演 你自己沒話說 他在後面就是 以前老兄在鏡頭下幾分鐘 他站在那裡也不知如何好 你優劣立判 優劣立判 即是知道誰是其他朋友 誰是做關係 你一看就看到 我覺得這個表現最重要 這件事也是 都是 都是事 為何戒了那段時間 沒有戒事 為何時間沒有觀念 所以沒有戒事 還沒有戒事 還沒有戒事 這件事也是 但有一個我很喜歡的 就是《不楚凡》 我又很喜歡《不楚凡》的戲 《不楚》 為何你們那麼喜歡他呢 他不是很帥 不是 但因為不知為何 很極端 我很記得《不楚凡》 有一部電影就是 那部電影是說他很有錢 變得很窮 破新敗名列 他就真的傻了 他經常有一句 我從小已經記得到今時今日 他就說 吃碗麵翻碗低 這些句話入心入肺 到今時今日 我都仍然記得 《不楚凡》先生那些 吃碗麵翻碗低 這節目就好像 變成電影特輯 中外的彈琴 其實說起上來 蘇絲王 我有一個感覺 看看你可否同意 有兩個外國的男明星 樣子很遲 或者我自己遲鈍 我也有 如果我想起 阿嬉水的樣子是怎樣的 自然只有一個樣子 或者再想起其他位置 都是只有一個樣子 所以想不起 兩個人有甚麼特別的分別 那你那兩位是哪位 你有一個感覺 我也有一個感覺 我先說一個名字 好 斯丁荷夫曼 那個就是阿伯仙奴 這兩個又非常… 好像很淒涼 我覺得兩個人真的… 這兩個也是很相似 身材高矮可能有些分別 因為德斯丁荷夫曼很矮小 但是外形很切切不得要 而大家都懂得演戲 這兩個都挺像 變成大家出的機會多的時候 就是 誰都是假扮警察那樣子 好有什麼事 誰扮佛的兒子 我覺得相似的那種 我簡直算是遲鈍的 就是覺得 保羅納曼跟史提夫默昆 很像的 你不用多怕了 有個分別 默昆好像是皺紋多些 像猴子 像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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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她的臉上的臉很大 這麼大 這個我想是唯一的分別 較容易一點 菠蘿拉曼的臉是長一點 斯蒂夫麥君的臉沒有那麼長 近似圓多一點 以後你不會撈錯了 因為其中一個已經鮮油了 沒甚麼機會撈錯了 對不對 可以這樣說 為何你這麼肯定會撈錯了 不知為何呢 因為經常宣傳你們倆都是飛車能手 可能是也不定 總之我由… 不知為何,我總是覺得自己有點遲鈍派 所以我也很少告訴別人 我經常討論他們倆 現在告訴別人 你們好四位宣傳我的醜事 知道嗎 蘇雷士 是 在這個聖誕假期之內 你自己有否… 譬如說有些家庭聚會一定要出席 我家裡有些歷年積集下來的傳統的事 一定要做 這樣嗎 有往年 我相信今年沒甚麼 你今年怎麼沒甚麼 今年已經過了 你自己怎麼沒甚麼 你沒有去參加 是不是 今年沒甚麼的意思就是… 即大家都沒甚麼遵照 對,沒錯 沒錯 那往年怎麼做呢 通常呢 往年我們有些聖誕派對 這麼精彩 好像… 抽禮物的 好像聽你說過 好像在酒店舉行 不是 我又在酒店 那你那次又裝模作樣 又說穿條沙裙 那次還說 那次是真的 真的 那次不同 我結婚 那次 不是,不是開玩笑 那次我記得 鍾少俠俠還有一電台做 你以為她說 我今晚要穿條沙裙子來參加宴會 那我便說 好 我們幾個女人讀在酒店門頭裝 那是甚麼時候來的 你記得嗎 不記得 不記得我記得這件事嗎 不記得 我相信我沒有說過這樣的事吧 沒有 沒有 說一說都當沒有 是否穿個衣裙子去參加 往年的光彩 當今年是笑病來的 這句話 在今時今日 在我的身上 非常用得著 蘇雷池 剛才你們提及 你們聖誕家裡會有這個 跳舞的派對 有些派對不是跳舞 不是跳舞 不是跳舞的 純粹是抽禮物玩遊戲 當然 當然 幾十歲的人還敢跳舞 搶禮物 差點捱不到 去拿禮物那裏 可不可以說 其中的內容 通常 今年你說沒有 一起重選 在你家 即是往年有甚麼隆重儀式 要居行呢 是否老爹出來訓話一陣 去年蘇絲網 仍然在廚房的雪櫃偷食 記大過三次 今年如有再犯 罰舉捐四份禮物出來 那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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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的 通常來說 都是西蚊仔的遊戲 西蚊仔 講到西蚊仔 最大的是三十七歲 我大哥 最小的是二十六歲 我 那又怎樣呢 那就這樣 沒有 抽籤 交換禮物 這樣 就這樣 講過給你聽 你自己講 你有些私話 有時跟我說些私話 我怎知道我不會給別人聽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事 我想大家 相機旁邊很多朋友 都試過 譬如說 有些在讀書 有些已經出來做事 都會試過讀書的時候 第一次去這個派對 那未必是跳舞的 可能是學校教的 為了爭進師生之間的感情 是呀 我幼稚園的時候 每逢星期六都會有些生日派對 一個星期才有一個人生日不慘 那些隔天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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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學校找你笨 那些隔天就有了 都會試過 買禮物回來 即是交換 抽籤 你試過 那你當時有買過什麼禮物回來呢 其實可以 你意思就是 聖誕節 聖誕節 學校有些什麼派對 如果你真的要我去想 我買過什麼回來 我可能會不記得 不記得 通常你買的時候 是不是想要整股人居多 還是全心自然 哇 我買了一隻金戒指 不是 這件事 這件事絕對不是 小孩子那時候 哪有這樣的心 我小孩子是高才生 也是非常乖 沒有這樣的心 高的蠢才生 他叫高才生 簡略 簡青 那沒有的 那你買什麼 通常你不覺得是一件事 小孩子 我不知道 我買聖誕卡的時候 我自己很喜歡 自己去選聖誕卡 但是這個機會非常少 通常都是 聖誕節 要有聖誕卡 第二天 你媽媽已經買了一盒聖誕卡 放在你面前 那你很不高興 整個二十張都一樣 因為你想說自己的八婆 這個同學跟我特別好 所以我送了一個有金粉給她 這個同學沒有那麼好 所以她的東西什麼都沒有 或者有些更好的朋友 一粒加金粉 一粒加金粉 不得意 金粉之中 那個卡有得按 啪啪聲的 曉響的 嘩 絕情是貴刀 對 我好像是曾經試過有聽金卡 你忘記了嗎 我記得有些啪啪聲 現在的小朋友有很多人 有些口水肩 有些好像 膠質的 你按下去 他們就啪啪聲 這個就是最好朋友應得的 聖誕卡 我當時很不滿 我的媽媽就是 真正朋友只有一個啪啪 很不滿 我的媽媽就是 買了聖誕卡回來 我自己又不是很合適 不是不合適 可能她貴我很多 但是沒有分別 她買了大人聖誕卡給你 沒錯 我曾同學也是得到這樣 我喜歡的先生也是得到這樣 沒有金粉很高興的 最慘的是 沒有一個共通的看法 譬如你這個 你覺得 我這麼多卡之中 這個是100分 我是給羅先生 這個是給羅先生 羅先生收到 不是嗎 是否因為羅先生給你100分 所以你給這個卡 羅先生 不是羅先生值得100分 是嗎 羅先生哪有這麼笨 你拿到卡 可以賄賂他嗎 沒有這麼笨 那不是羅先生笨 是你小時候笨 那加上我這個卡 給他 羅先生可能覺得這個卡 不值100分 我突然發現楊真耀 桌面有一張很大的白紙 她竟然畫了自己的樣子上去 這個是否想送給我 當成是聖誕卡 我小時候 遲了就送給你82年 你畫好先 小時候也有 你有沒有試過自己畫聖誕卡 我有的 我試過一次 我自己畫一張聖誕卡送給別人 結果收場不知道是甚麼 即是那張卡不知道去了哪 他寫得很辛苦 你知道小蚊仔 無論是寫信 送給男朋友 不是 無論是寫信 寫信通 很辛苦 通常你寫可以有些格子 隔著你 那些大人 很厲害 即是一寫新聖誕卡 我有一個感覺 就是很大人 為甚麼呢 因為整張卡都是白色 通常小蚊仔寫字 又歪又扯 用一些鉗子 用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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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怕擦得不漂亮 小蚊仔的心理想法 其實小蚊仔有一個很可憐 例如小時候 沒甚麼零用錢 省起來 然後購買幾張信用卡 給幾個同學 最怕是寫錯 是吧 寫錯了 刷就很難看 刷就不值得 好了 我當裡面寫得對 寫個封 那次錯了就死了 因為信用卡的尺寸 不一 又不容易 用對的信用卡 帶回去 那些肉尺法 你沒試過 我真的沒試過 因為我通常都很少寫錯字 要不就不會寫 那些音樂 那些音樂 蘇雷士 其實不是刻意扮大過 聖誕之後 很明顯地很快 一年又過 這個感覺很強烈 真的年尾年頭 如果人不創造 幾多年幾一年 就不覺得 一天扶一天 但是說明 今天要寫八一 明天開始要寫八二的時候 我自己本身 尤其是去到最尾 一分一秒鐘的時候 覺得毫不快樂 但是不明白 為什麼人人這麼快樂 會不會人家 發覺 今年這麼悶 希望明年好些 那很多時候就快樂了 我又不是 唉 浪費了一年 真是慘 我真是壞 這樣嗎 你會是怎樣 你會是 即是樂天的人 今年不行 沒所謂 我會盡量欺騙自己 一九八二我都寫一九八一 那你起碼 君不見外 現在經常都很想寫一九五五嗎 我想會有錯的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在銀行做 他說起 其實一月份的時候 通常彈票的機會很大 很多人都習慣寫去年那個年份 整天都一看錯彈票 那機會頗大 還有收票的時候 我自己都不在意 所以有些事情發生特別多 不是的 但我覺得好像沒什麼見事 有些惆悵 但走下去尖沙咀一下 中環那些 大腳踏路那裡 我發覺 大家都狂歡 完了完了 終於完了 其實我對你的看法 一點都不同意 既然你的人是這樣的 很惆悵 覺得自己虛道了二十六七年的時間 我做你一過七年 我就高興到暈了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 你再活多四十年左右 你會消失 多麼的高興 在這個社會中 又少了一個敗類 就像你這樣 那我自己怎麼會高興呢 那你說是否1982年的時候 你又應該高興 這個社會快又少了我 多麼的好 一九八三 又近一點 那頭越寫越近的時候 你就應該越高興 既然你這麼惆悵的時候 應該轉惆悵為高興 厲害 連被漏漏兩個景句 這句話 不過有點抄襲之言 抄什麼化 什麼為力量 抄的氣味甚重 這個最多只有二十分 雖然有一點獨創性 這些字眼都用得不錯 但是架構似抄 不要啊 蘇士華 這個不好啊 真是我猜不到你 整年的心血 學中文學這樣的格式 那你希望1982年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我可以連豬炮這樣 又有願望 那天才說 我生日我新年老願望 新年老願望 你這次還算 其實這件事很難說 就是願不願望 自己想 就是想的 就是想的 通常我自己一定有的 不過我不願意告訴你 而已 用不容易看了的時候 原來你看這些東西 被你笑三年六個月的時候 永不超生 多多一點我也知道你毛脈 大約82年了 什麼 派了 派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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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做 他自己說 恭喜你 媽媽 用真意的結果都答應 一說一說一說一個半小時 剩下最後的半個小時 其實一年一度 拍攝一下景 拍攝一下節 都沒什麼所謂 雖然聖誕已過 剛才你說的那些 啤啤聖誕卡 我用了很多心思 再去想 那些聖誕卡 究竟是怎樣 不知道是不是我在 同學生的心目中 我真的很奸 很狡猾的人 我沒有什麼印象 我知道有這套聖誕卡 可能我收得不多 究竟是怎樣 是不是現在市面 還可以買的 那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 你也不會買 絕對沒有送聖誕卡 給朋友 同學 那說法 聖誕卡的最大市場 應該是審問兒子 這樣說 那這件事 即是大過兒子之後 已經送少了 或者之類 那又不清楚 這個是視乎個人的 我相信 即是我不送 我相信有很多人 都仍然在寫聖誕卡 送聖誕卡 例如我父母親大人 每一年去 尋求自己的年稅 就是在聖誕卡 尋求到 或者每一年 正確確地坐下 練習字 對 例如我父母親大人 應該的想法 就是 我越來越收得 小聖誕卡 很糟糕 即是年紀 開始步入這個 很尷尬的年紀 應該會這樣 也是 原因不止這些 譬如過年 又會寫賀年卡 其實相差 不是太遠 尤其是今年 過農曆年 1月20多日 好像是20多年 相差 相差 一個月 如果是20多年 適合一個月 那頭完成 那頭就搞新年 我不太贊成 最主要原因 其實很煩 寄信的人 應該說 郵差叔叔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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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避免跟你這麼多爭辯 每年我都會見你一次 那次大家 就算是怎樣爭辯 和和平平度過 於是設定了一天 以後我們也是這樣 以後也要這樣 那也是 在你的朋友之中 有否真的一年才見一次的人 一年才見一次 除了你的牛郎之外 我的牛郎26年都沒遇到 一年見一次的朋友相當多 幾年見一次的更多 我想也是 但有時很難說 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想法 我還很老 我都不是很主張 寄個聖誕卡去問一下好 幾年都不見他 問一下好有什麼為 有時都沒有什麼為 那也不是的 其實有時聖誕卡的作用 除了問好之外 還有的 例如 蘇絲王 又搬了 又搬了來香港 現在在香港住 幾年前 他又在加拿大住 現在又去了哪裡 知道為了這樣的原因 例如有一天 楊振耀軟道重陽 來到香港 來到香港 來探親友 投親不育 可以來找我 或者帶些手信來 我想他面子很難看 我希望你會帶些手信給我 不是希望你來我投訴 好 有花旗回來的 然後花旗心那些 你也是想 我當然想 我想才說得出聲